在天葬台的周围 当地的老百姓堆了很多 跟着我一起走遍西藏 大家好,我是戈昊 今天带各位来探访 藏南勒布沟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野狼谷 峡谷里面是云征雾罩 一眼望不到尽头在哪里 大家看我身后这一块巨大的山石 是不是很像湖南张家界那里的景观 这种景观在咱们内地还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在西藏却非常罕见 只有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五条山沟 以及林芝地区才能够见到 这五条山沟从西到东 分别有吉隆沟、陈塘沟、亚东沟、勒布沟等等 这种亚热带的雨林地区 就是我们现在所属这个地方 野狼谷一个重要的景观 咱们现在就走进野狼谷景区去看一看 希望我们不要在这条山谷里边碰到野狼 其实野狼谷这里的海拔也有三千米左右了 它要比山底下的马马乡大概要高两百米 但是从这个湿润的气候是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这里竟然有这么高的海拔 这个亚热带的雨林啊 气候非常的湿润 也能够看到很多参天的古树 这里就有一棵非常粗壮高大的古树 从底部到最顶上 少说也有二十米那么高 但是这种树在野狼谷里面随处可见 所以这一片森林确实是在整个勒布沟里面都是数得上的 那么咱们说了这么多 还没有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这条峡谷会叫做野狼谷 这里真的有野狼吗 在一千多年前的徒伯王朝时期 这片山谷里边确实就生活着一群野狼 经常下到河谷里面去吃当地门八族老百姓养的生醋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莲花生大师来到了这片山谷里面修行 赶跑了这片野狼 然后给这个山谷就起名为野狼谷 它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咱们今天实际上在峡谷里面已经见不着野生的狼群了 咱们现在就看到野狼谷里面最壮观的这一个瀑布了 这个瀑布要比咱们昨天探访的勒布沟的港亭瀑布要壮观了很多倍 尽管它的落差没有那么大 但它的水流量是非常的汹涌 中间被一块大石头分隔成了两缕 这个水声是非常的大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清楚格浩现在说的话 水非常的清澈 所以在格浩在这里就能够感受到 后脖子这里有瀑布从石头那里建设出来的水珠 看到此行此景让格浩想起来 元朝人写的一篇散文 就是描述燕荡山瀑布的大龙秋季 仰见大水从天上堕地 或盘横久不下 或蹦落如震停 山峰横射 水飞灼人 水下岛大潭 轰然万人古也 人相耻语 不闻其声 但见其笑 先生曰 壮灾 无形天下 未见如此瀑布也 我觉得用来描述野狼古的这个瀑布是非常的恰当 只有亲身见到了这么壮观的瀑布才能明白 咱们古人想表达的是什么意境 往上大概爬了数十步 用桃花源记忆的话讲叫复兴数十步豁然开了 现在是爬到了刚才那个地方的上游了 从这个角度就能够看出来 它的实际长度非常的长 少说也有上百米 今天这个野狼古景区又是给阁号开的专场 整个景区里面只有我们一家三口这一组游客 咱们现在就来到了野狼古里面的格龙修行洞 有一只叫大瓷心猴子 在这里玩耍之后留下来的圣迹 那么同时在洞里面还供奉有当地门八族群众塑造的佛像 还有一块应验石 就是说只要你摸一摸那块石头 就能够看出来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得病 那么这个大瓷心猴子到底是何取人也呢 为什么会在这里有一个他的洞穴呢 很有可能指的就是藏族猕猴辩人传说里面的那一只藏猕猴 传说中讲他就是所有藏族的祖先 同时门八族也有这个猕猴辩人的传说 门八族和藏族在文化中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 在洞穴的上方这块巨大的岩石上面正在滴水 所以整个道路非常的湿滑 大家要小心一点 这个洞穴里面面积还不小 可以说是别有洞天 在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内洞 从外边能够看到石壁上挂有很多的哈达贴的一些钱币 这就证明当地的门八族老百姓对这座洞穴还是比较崇拜的 那个佛像应该在这个洞穴的最深处 就是格浩用手电筒打的那个地方 那里缠了一圈的哈达 但是除此之外 整个洞穴里面实际上是空空荡荡的 看不到人为留下来的痕迹 只有不断滴落的水声 现在山谷里面的雾气是越来越重了 大概离我们也就100米左右的山头全部都被雾气给遮挡住了 好像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样 我们在战道的边上发现了一个洞穴 这一处洞穴的名字叫做野狼洞 就是当年被莲花生大师赶跑那群野狼 以前就生活在这一处洞穴里面 野狼谷也因为这个洞穴而得名 那咱们现在就进这个洞穴里面去看一看 还有哪些跟野狼有关的遗迹 西藏这些 景区里面洞穴里面都是不带开灯的 所以咱们都必须拿手电来照一照 这个洞穴的面积就比咱们刚才看的格隆修行洞要小了不少 大概只有它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 里面的通道也很狭窄啊这个大概洞穴的石壁也就高一米八左右 跟格号是差不多高的 那在这个洞穴的尽头呢 这块石头很明显是比较奇特特殊的 就是那个狼形石 它的形状就像两头狼一左一右 然后再往朝天上咆哮 那这个狼形石也因为跟莲花生大师特殊的渊源 所以就成为了乐部宫内当地门八族老百姓供奉和朝外的一个圣语 雨过天晴云破处 这般颜色做将来 咱们现在就爬到了野狼谷尽头的这一处观景台了 说来也巧 就在我们爬上来的那一刻 山脚下云雾终于散去露出了远处的麻麻乡 整个麻麻乡所在的这一片娘母江曲的河谷平原就尽收眼底了 那一条河道那就是娘母江曲 在它边上绿色的田野就是当地门八族老百姓种植的青蚌和桥迈的农田 仅靠着这几棵大树的位置 大家能够看到有几个房子 就在那个房子的中间就是咱们之前探访的苍阳家措行宫的所在地 咱们现在就爬到野狼谷的最深处了 再往前就没有路了 那么这一处大家能够看到是被经翻围绕的地方 一看就很特殊 这就是过去门八族使用的一处天葬台 凑近看一看 在这个石头形成的台阶里面大概能够放一个人左右 它在边上是一圈当地老百姓垒的这种马泥石 大家都知道天葬是必须是需要一大群秃鸠的 这一处天葬台很可能早在很久以前就废弃了 今天在这里已经看不到秃鸠了 咱们从野狼谷的入口走到这里 一路上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 更别提出秃鸠这种大型的石斧动物了 今天真是非常幸运 看到了野狼谷里面最美的风景 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亲眼看到 这个隐藏在深山中乐部沟门八族农村的样子 站在这里 歌号也能够明白 为什么这里能够被称为隐秘的乐园 有关这座野狼谷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请各位点赞收藏的关注 我是上京歌号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